在紧张的手术室内 一名女子突然持枪闯入 目光冷酷无情 医生们惊讶地望着她 女人扫了一眼屏幕 便拿枪对准手术台上的病人 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 她将病人推离手术台 冷漠地躺了上去 医生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寡姐将枪对准医生要求他们 取出她体内的东西 随着手术的结束 寡姐了解到那些植入她体内的物质的真实面貌 同时意识到自己超乎寻常的能力 是由这些物质引发的 故事要从几天前说起 寡姐为了赚外快 接受了运送一箱物品的任务 然而她因此卷入了一场 与小日子有关的药品交易 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 寡姐别无选择 被迫将药品藏进自己的身体 小日子给了她一张机票 并承诺在她下飞机取回物品后 就让她重获自由 而在前往机场的途中变故出现 一个小弟看中了寡姐的美色 将她带到地下室试图进行侵犯 寡姐在反抗时伤到了她的手指 男人愤怒地将寡姐打倒在地 随即还在她的小腹狠狠踹了几脚 幸好其他人知道 现在还不能让寡姐出事 便立即把男人拉了出去 而此时地上的寡姐一脸的痛苦 原来是体内的袋子破裂 药品一出被寡姐的身体吸收 随之而来的就是寡姐眼睛变为蓝色 身体也在地上不停地抽搐 甚至抽搐到了空中 等寡姐缓过来后端坐在椅子上 此时另一个小弟走了进来 想查看寡姐状态 却看到寡姐竟主动挑逗她 当即安耐不住走了过去 而寡姐也是轻松将男人解决 带上桌上的手枪往外走去 对着看守连开竖枪 随后若无其事地坐了下来大快躲移 发现自己重弹也一脸淡定地将子弹扣了出来 随后整理东西准备打车 一名司机静音不会英语而被赏了一发子弹 剩下的司机带着寡姐前往医院 迫于同伴的下场 她也不敢索要车匪 到达医院指示牌上的文字自动翻译成英文 寡姐挑选了一间正在进行手术的房间 看了一眼墙上的电图 然后开枪结束了病人的生命 自己冷静地躺上去 医生们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寡姐握枪对准医生要求他们取出她体内的东西 可当东西取出来之后比原来少了大半 其他的都被寡姐身体吸收了 医生发现这些药品原来是一种能量物质 惊讶于寡姐吸收了如此多之后 竟然还存活着 原来这些物质能够帮助人类开发大脑 而此时寡姐开始感受到她大脑开发的巨大变化 她的听觉变得异常灵敏 甚至能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 她的视觉也变得超乎寻常 能够清晰地看到植物内部的脉络和微妙的细节 寡姐叫走给小日子纹身的女人 随后脱下外套坐在了男人腿上 小日子此时一脸享受 可下一刻女人抽出背后的小弯道 对着小日子手被扎了上去 此时小日子才发现坐自己腿上的不是服侍自己的女人 还不等她开口头便被寡姐双手抱住 随着白光闪烁小日子的记忆全被寡姐掌握 随后根据小日子的记忆 动身前往机场准备拿回剩余的几包药品 在桥廊上寡姐随手一抹就给自己换了个发型 中途还抽空去了解到脑狱领域的权威人士老黑 以及人类对大脑开发的定义 随即通过暴力手段跟老黑通了个视频约时间见面 随后便给FBI打去电话 要求他们马上逮捕那几个携带药品的人 接听电话的老皮当时觉得这是谁在恶作剧 也没有当一回事 可当寡姐的一波神操作之后 随着寡姐将照片传送过去 老皮惊呆了立马安排人手去逮捕那几人 这回寡姐正在飞机上操控着两台电脑 这一幕给旁边的的人看猛了 而此时寡姐的大脑已经开发到了40% 片刻她就学会了全部内容 寡姐收起电脑喝了一口香槟 却发现自己的牙齿掉了进去 随着一声咳嗽 手上也多了几枚牙齿 随即寡姐惊恐地发现 自己的手指正在粉末化 她连忙跑到卫生间 看到的是自己整个身体都在消散 寡姐连忙拿出包里的粉末倒在手上狼吞虎咽 可这也不能阻止她的身体继续消散 随着砰的一声 身体已经变成了五颜六色的粒子了 等寡姐苏醒过来时 才发现已经躺在医院了 而此时她的大脑开发到了50% 换回衣服后寡姐便准备离开 可却被病房外老皮带头的一群FBI拿枪制止了 只见寡姐随手一挥 FBI如同下饺子般全部倒下 只剩下一脸蒙比的老皮 当寡姐走向老皮时 她一脸震惊地发现 枪里的子弹一颗接一颗的掉落出来 寡姐要求老皮现在带她去拿药 老皮无可奈何只得同意 这个女人不仅把FBI的人全部打晕 还胁迫他们的组长老皮去带她交易毒品 在了解到老皮的手下成功将三人拦截带到医院后 便立即去车前往 在等红绿灯时 行人接听的电话在寡姐眼里全聚现成了不同颜色的光线 寡姐随手拨动着 竟从中找到了小日子与手下的通话 了解到他们也打算去抢回药品 寡姐也不再遵守什么交规 一脚油门横冲直撞前往医院 到达医院刚好碰到拿着药品准备离开的小日子手下 看到寡姐到来 他们还惦记起了寡姐身体里的药品 殊不知寡姐此时的大脑已经开发到了60% 紧紧抖动了一下眼皮 他们的武器就被吸附在天花板 于是他们试图近身搏斗 却发现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寡姐淡定地拿过箱子转身离开 男人气得咬牙切齿 但动弹不得 随后寡姐带着老皮前往研究所寻找老黑 走进研究所 寡姐明确地告知在座的科学家们 世界万物唯一的衡量标准只有时间 正当寡姐打算进一步解释时 门外传来枪声 是小日子带着手下闯了进来 为了防止药品被抢走 寡姐便打算让老黑他们将药品全部注入身体 强行将大脑开发到100% 正当寡姐专注地吸收着药物时 突然从她嘴里喷射出一大片白色的光柱 70% 随后双手开始黑化重组生长 并蔓延向整个实验室 包裹住所有物品 80% 突然白光一闪 整个实验室消失不见 众人身处白色空间 而一台量子计算机凭空诞生 90% 此时小日子们也借助火箭筒 轰开了实验室的大门 小日子举着手枪缓步走了进来 枪口对准椅子上正黑化的寡姐 当小日子准备开枪时 寡姐也完成了全身的黑化 100% 小日子对着寡姐不断扣动扳机 子弹全部倾泻在地板上 寡姐当着他们的面消失了 气急败坏的小日子将枪口对准了老黑他们 此时老皮也终于赶到 连开竖枪结束了小日子的生命 此时老黑看到寡姐留下的计算机动了起来 黑色的液体相互缠绕组合 最终形成一个硬盘 当老黑接过硬盘 计算机变化为乌有 一旁的老皮还在疑惑寡姐去了呢 此时手机收到一条信息 无处不在